但是例如,你覺得梁振英當選後,既然她的機會最高,當選後,香港會是什麼情況呢? 她自己說過,打完球,一起去喝啤酒,如果她真的當選,她邀請你去喝啤酒,例如邀請你去做行政會議,或者怎樣加入她的班子,你會不會考慮呢? 你今天說到這麼不支持她,但是當她真的了,找你喝啤酒,你去不去呢? 我覺得為香港的整體利益出發,無論誰做行政長官,給一個我覺得幫得到香港首的職位,我是會做的 就等於,你們大家都知道,我和阿波太太是媽媽的,但是女法局做得好,第二、三年,我直接跟她說我想做的 因為我覺得我還可以繼續,在旅遊方面做好一點,她又讓我做 我覺得,大部分參政的人士,就不能說,因為誰做到行政長官,被邀請就不做 還有,我們所有人都知道,喂,你都不是真正老闆,真正老闆是北京 是不是?你叫我做,北京同意叫我做,我就做了 沒有什麼一國兩制講人治講的? 就是在香港下面具體這些職位 因為那些職位是對香港整體利益好,就不應該分黨派 所以我也不反對,比如說民主黨有哪幾個聰明人,掌握某一個部分的政策 那這個,我就不肯定,梁振英會不會這樣做 反過來,唐英元我比較熟悉 她呢,就有一點所謂,最好和和氣氣,個個有份搞 最好,她回去會擁立到泛民,特別是民主黨 某幾個人士,在她的班子裡面 即是你覺得梁振英和泛民是合作不到? 現在我的感覺是這樣的,但是如果到時候她真的做了 她去邀請他們,或者她來邀請我們商界那邊 我就不敢說被邀請的人士,自己會不會接受 或者被邀請的人士的班底,會不會接受 因為我們所謂的班底,我都是屬於自由黨的班底 或者總商會的班底 如果我們個個說,喂,不幫他忙 或者他給你那份工作,你覺得你幫不了忙 那就會拒絕他,但是我的心態也是想為香港做事 既然你是這樣說,你作為唐營,支持唐糖 你經常說,唐糖可以吸納到各方的人士來幫忙 另外那個是沒有班底的,沒有支持的 其實這個說法就好像不成立 因為好像你自己說,如果將來梁振英做 他邀請你,你都沒有關門了 你說如果幫到香港,都會看大局 我明白你善理眼,你從這個角度說 但是我想分析的是,梁振英和這些人全部不熟 你選誰? 他說他是主動的 我只是為了他邀請到我們,我們所謂的香港做委會 考慮 但是他找誰,那是第一步 我認為他不認識的人多到可以有這麼多範疇 找一個好的選擇 作為他的治港班子 所以都是一個現實的考慮 你看看,同樣的情況,在葉劉也是 你做了行政長官,你在立法會搞了四年 都是一師公的一人黨,在立法會 梁振英有沒有凝聚力呢? 以前我覺得他是靈彈 今天呢? 他說有些 你看他的選舉裡面 即是娛樂界嗎? 不不不,我正在說 他現在支持他的 張振英先生,羅范照芬,女士 都有幾個人事,所謂幫他做得好多